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成果 然後我們先來編碼看看 如果我們打 我們練習廢文不顧北京反對的話 在哪裡打的? 沒有出來 以前不是用Miro,這是兩個不同的視窗 一樣的 在右邊還是什麼? 先把改Miro 改Miro 應該是不同視窗 你要改Miro比較簡單,再推 然後我們沒有搞 廢文 對,那個還是比較好的 對於螢幕堅持 變廢文 還是廢文 對 對 不是廢文 所以說 剛剛可以讓他一集 又回來 可是變特就變廢文 然後藏頭就消失了 對,剛剛沒安全 又回來 簡直是在考驗主持人的功力 火樹一 您손 昨天有寫廢文 我好久沒有寫廢文 好久沒有上Facebook 那你有寫廢文? 是吧 這個東西 沒有寫在那裡 讓人家看這檔好了 對 對 對 欸 說這個要拿 你說什麼幹話 我怎麼說 烏特的 來來來來 那個好 那個好 可是我都會笑 我慘 那你就被撩 丟臉 對我都會笑 好 來來來來 對不起 好 好 好 假如說我們編 編一段 欸我們 我想要傳訊給朋友說 我們練習廢文 不顧北京反對 那我們透過我們這個 廢文編碼器 它就會變成一串 廢文 廢文 那稍微講一下就是我們這個編碼邏輯 首先是先把上面的 那種木蘭師的感覺 對 我們首先把上面的字 先轉成 中文字先轉成UNICO 然後UNICO再轉成Face64 然後就是看到下面這個Face64 然後Face64 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再去對應 一個 兩個字的詞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六言絕句 哇這不是廢文 對對對 好詩 這個先 我們先把中文字轉UNICO UNICO再轉Face64 變成下面這個Face64 那這Face64的話 我們有一個Mapping的表 那我們Mapping的表 就是有名詞跟動詞 這兩種表 那我們每一個字 比如說5 5 就會Mapping到 我們5第一個字的話 我們認為是 名詞 那5的話就會Mapping到神聖 那O就會Mapping到加入 I就加入 就變成解夫 那我們每三個字為 每六個字為一組 然後再用逗號分隔 所以就會變成 所以神聖加入解夫就是我 對對對 神聖加入解夫 神聖加入解夫不一定是我 因為我還要先轉UNICO再轉Face64 對對對對 好那 當然這個我們還可以再解碼回來 太神聖了 那如果知道神聖加入解夫會不會什麼都沒有 欸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 欸 解夫 欸 Demo Fail 然後打到自己 我開個重新開卡 可是你真的沒有加 會不會見RENBO這一個 好 先Incode 不錯啊 所有可能也都券出來 那我們 我們朋友收到這一碼 這個之後 我們就透過廢紋解碼器 然後你解了之後就幫你 噢 原來他是給我們練習廢紋不顧飛鏡 那在場開放 開放有人想要Encode他自己想要說的話嗎 沒有 小熊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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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熊維尼 這個 西激和小熊維尼 猜達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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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維尼 猜達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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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趕快打一下 P P 哇 其實是這樣子 嗎 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 台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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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Johnny 大師 電視劇 哈哈哈 笑 怎麼看 好 我們有一個神奇的六眼絕對 滑仔 滑仔怎麼回事 滑仔 好看很 接下來我們就再把他解碼回來 所有的句子全部都省聲 解碼回來我們就可以 我們朋友就知道說原來你在講說 習近平小熊文你出了一個電影版 這樣 那解碼就是按照剛剛的邏輯 就是先把奏號先刪除 然後轉回 然後再把兩個兩個 轉成Base64 然後再把兩個兩個字 轉成Base64再轉回 原本的字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 大家一起做出來的 這樣省聲會變明感子 對,省聲會出現 破壞家庭價值 沒有啦,因為剛好都是五開頭 剛好都是五開頭 對阿,因為我 我跟習近平的實驗都是用五開頭 對,剛好是五開頭 對對對 所以 省聲有點可憐 不過其實解決這種問題的話就是 等於 玩五開沒頂到多個的話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我們隨機Random挑一個 那我們再去MAC裡面找他 全部的親戚列表 那時間到了委屈省聲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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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ees 謝謝 我